Hello,大家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鼻子上面有一个红点 那其实呢,是因为上个星期 我出去吃饭的时候 在找地铁站 然后思想不集中 撞到了玻璃上 所以就是有一个小伤疤在这里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 有一点点吓人的话题 在这个之前呢 我想先问问大家 你们敢不敢住凶宅 什么是凶宅呢 凶宅就是那些 发生过自杀或者凶杀等 那种就是非自然死亡的那种房子 一般来说呢 就是凶宅是会被认为不太吉利 或者呢,就是甚至会有那种 闹鬼的传闻这样的房子 会想到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我看到一则新闻 是介绍说日本那些奇奇怪怪的职业的 那其中有一个职业呢 就叫凶宅体验师 你们在中文里面经常会看到 什么什么诗 那这个诗的意思呢 就是做这个职业的人 或者会这个技能的人 那比如说我们有厨师 就是在厨房里面工作 很会做菜的人 那还有理发师 就是会帮你剪头发 然后打理你头发的人 那还有建筑师 就是那些搞建筑的人 凶宅体验师的工作呢 就是在凶宅里面住一段时间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之后呢 还需要写一份体验报告 给到房屋中介 我不知道凶宅体验师的工资会有多少 我想应该比较高吧 但是对于我来讲 不管给我多少钱 我应该都是没有勇气去做这份工作 那在日本和凶宅有关系的另外一个职业呢 叫凶宅中间人 这个中间人他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当他就是有一个凶宅出来 就是来到这个市场上以后呢 凶宅中间人就会对凶宅进行彻底的清理 翻修 然后呢还会做一些法事来超度 什么叫做法事超度呢 就是通过一些仪式 让在这个房子里面死亡的人的灵魂 得到一些安慰 让他们去到应该去的地方 而不是留在这个房子里面 可能因为一些文化背景的关系吧 就是大部分的日本人跟中国人是差不多的 都不愿意去租凶宅 或者是购买凶宅 当然了也会有一些胆子很大的年轻人 想要去尝试住在凶宅里面 听说呢 还有一个人他租了很多很多个就是凶宅 然后呢写了一本体验报告 然后这本书听说在日本还非常的畅销 当然在日本凶宅也并非像想象当中那样没有市场 原因呢非常简单 就是凶宅的租金或者是购买的价格呢 要比普通的房屋便宜非常非常的多 那那些租住凶宅的人就会说 他们不怕鬼 因为他们就是穷鬼 你在中文里面呢也会看到什么什么鬼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穷鬼 就是说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穷 没有钱 然后你还会听到说小气鬼 就是说这个人非常的小气 一点都不大方 还有呢会有还有会有什么讨厌鬼 你们经常会听到讨厌鬼 那就是说这个人非常讨厌 比如说我可以说他是一个讨厌鬼 这样子 在日本呢也有专门出租或者销售凶宅的中介 那在那个中介的网站上呢 你可以看到他们对凶宅进行了 等级的划分 等级的分类 那这种分类呢 其实也是根据人们心理承受的程度来划分的 那比如说他比较轻的 就是列在第一位 最轻的呢 就是这个房屋是位于火葬场 或者是墓园的附近 那第二集呢 就是可能这个死亡事故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死亡的事故不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发生的 而是在这个楼的公共区域 就比如说是楼梯啊走廊啊等等 在那些地方发生的 第三呢 就是 这是死在房间里 但是呢 他是在72小时之内 尸体就被发现的 第四个等级呢 就是尸体 是72小时以上才被发现的 第五个等级是 房间里面发生火灾 或者是一些坠楼等一些意外的死亡 第六个呢 就是自杀 第七个是凶杀 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 根据这些等级 越到后面呢 可能对于人的心理承受力来说 就需要更加勇敢一点 才可以去住那样的房子 当然房屋的折扣呢 也会根据等级的不同来划分 那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呢 我们会尽量避免住这样的房子 那比如说在上海 如果是在火葬场旁边的房子呢 一般情况下都会比其他的房子要便宜一些 那在加拿大 我问过一些朋友 他们好像并不是太在意住在火葬场旁边 或者呢 是住在墓地的旁边 那有些人甚至会认为住在墓地的旁边 非常的安静 而且呢 对于那些有 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还会认为 墓地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国家 在你们的文化当中 你们会不会愿意去住凶宅呢 你可以在留言里面告诉我 或者是刚才我说的七个等级 有哪些你是可以接受的 哪些是你完全不能接受的 也欢迎你在留言里面告诉我 好了 今天这个有一点吓人的话题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